英國的大英博物館裡面 有很多的這個典藏的文物 其實都是這個很多歷史的原因 他們可能搶奪來的 怎麼樣來的 後來呢 1963年的時候 他們一個叫做大英博物館法 就是說拒絕把這些有爭議的文物 歸還給原祖國 好理由我就不多說了 但重點是各位 你不還給人家的國家 現在兩千多件文物被偷被盜 甚至還有人說在拍賣網站 衣背上看到這些古文物 被賤價出售 難道這個大英博物館 不用負責任嗎大使 當然要負責任啊 這個是一個老問題 其實像大英博物館 鎖回被掠奪 搶奪的這個文物的國家 真的多如牛毛 包括中國也有吧 中國也有啊 可是你要 我去過大英博物館 基本上就是英國 這個安格魯薩克斯民族 在全球掠奪的一個成果展 證明他就是一個海盜國家 他很多東西啊 那些東西啊 都是在當地啊 無償的把人家給運回來 我覺得這個你要去 還有英國到處都是這些戰利品啊 那個這個英國女皇 現在英國國王住的 他們叫Winsor Castle 在倫敦的近郊 你去看他也在展覽啊 他說踏米爾之虎 當時印度半島最強的一個國家 他的正國之寶 因為英國軍隊把人家滅了 就把人家正國之寶搬回去 搬在現在還放在Winsor 他還在那邊展覽 他不太敢展覽在中國搶的東西 你知道當時英法聯軍 在粉燒這個好圓明園的時候 當場英法聯軍在現場辦什麼 你知道辦拍賣會 然後把東西拿出來拍賣 然後呢誰搶到就是說來拍賣 然後當場就拍賣 所以這些事情 英國在這個殖民時代啊 在到處掠奪這個好 別的國家的時候啊 這個事情太普遍 然後好多東西都到哪 都到了大英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不太敢辦 中國的文物的展覽 因為一辦的就露餡了 對 不是出自於我們圓明園 就是出自於啊 什麼這個北京故宮的 請問圓明園跟北京故宮 被他們佔領的時候 多少東西被他拿走啊 拿著袋子裝啊 然後呢這些東西 他是透過正常的買賣買來的嗎 都不是嘛 所以都是一些髒物 所以大英博物館 有人說是全世界最大的 髒物博物館 那現在呢 英國其實埃及搞他們要 這些全世界這些大國 都找美洲的原住民 那個圖騰啊 你去看啊 那個多好三四層樓高的 好雄偉啊 他們把人家的東西搶走以後 回過頭來又說 這個文明是低級文明 結果你去看他文物以後發覺啊 哇這個文明相當的高啊 都被他滅掉了 所以我覺得大英博物館的問題啊 現在我都懷疑啊 是不是啊 英國快破產了啊 就把大英博物館裡面東西拿出來變賣 然後說被偷了 現在是在囂張嗎 我覺得啊 真的不管怎麼樣都是髒物 對啊 寒冰哥你怎麼看呢 不還給人家 現在環球時報也說啊 請大英博物館無償歸還中國文物 而且要支持喔 其他被英國掠奪的國家 印度啦 尼日利亞啦 希臘啦 都應該把文物還給人家吧 不然你都被偷了 你拿去eBay拍賣 但是英國耍賴已經耍了很多年了啦 他也不太容易還 我只是覺得從這件事情看到 你去搶家的東西來 不還人家這種強盜行為也就算了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以大英博物館這麼歷史悠久的博物館 他的管理竟然爛成這副德性 對很多文物沒見黨耶 對啊 非常不可思議耶 你會覺得 看起來好像金玉其外 其實敗序其內 他的整個管理是糟糕透頂的一種方式 會讓人家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他們到底是怎麼搞的 尹錫悅據說現在變成了 拜登傳聲筒 因為大家現在覺得好像 他跟這個拜登 真的這麼的 close嗎 因為最近尹錫悅 他有這個上腹之痛 那據說拜登呢 馬上送去了這個花欄 那尹錫悅呢表達說 他這個感謝拜登 這麼關心他 居然電話拿起來 那頭說的是 Hello my friend 然後還記得嗎 4月的時候 他不是去美國唱了 這個美國派嗎 所以這個韓國媒體中央日報呢 就有這個報導 尹錫悅呢 從今天開始 今年開始 只要有接見到其他國家的領袖啊 或者是國際機構的首長 經常被對方請託 你能幫我向拜登總統傳達什麼什麼什麼嗎 但是我有疑慮啦 想要找拜登講話有這麼難嗎 我是不知道啦 介大使怎麼看 這完全不可能 這違反外交常識 重要的傳話絕對不會找 尹錫悅去傳話的 現在的外交管道其實是非常暢通的啦 這不會是他們自己大內宣吧 我覺得 我覺得根本就考驗 考驗人家常識 在正重要的場合 沒有人會叫尹錫悅去傳話的 而且他跟拜登的關係來講的話 基本上是就是人家小弟嘛 而且絕對不是核心內的 你記不記得拜登曾經一面 跟他握手一面眼睛看別的地方 根本就沒辦法放眼裡 只是說他不斷的宣誓效忠啊 那麼讓美國人覺得說 哇有這麼頭腦簡單啊 然後想問我這邊啊 這個不斷的拋妹眼的 這個韓國人的話 那就讓他滿足一下 那正好好利用他一下 這個是一個怎麼樣 任投青啊 不了解國際政治只有利益 你在一萬萬萬就好 就利用他一下 然後給他一些好臉色 而且很好收買啊 就打個電話對不對 說你另尊過世啊 我深感遺憾怎麼樣 結果呢 隱形院會把韓國的利益都賣掉 你知道就是這種人 他分不清楚他個人的利益 跟國家的利益 他根本是一個什麼 在國際政治上一個白癡 然後呢我覺得韓國的中央日報 講話也很好笑 隱形院在國際上 扮演美國的走狗 人家避之而唯恐不及呢 要跟拜登要講話的 只有想要去怎麼講 想要去舔拜登的 大家都知道就是隱形院 其他國家誰要舔美國啊 少不很少啊對不對 那跟美國人打交道 不要以為只有好處啊 壞處大得很 做美國人的朋友 比做美國人的敵人啊 危險性還要高一百倍 所以呢我覺得 這個韓國的中央日報 講這個啊 怎麼還要透過隱形院傳話 我覺得根本是一個 這個我覺得是 這個這一陣子我聽到最大的笑話 好啦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比較實際的啦 雷蒙多訪華那到底能夠談出些什麼呢 就等一下我們來請教韓兵閣喔 因為這一題喔 提到了很多還升級到了有關於國安的部分 然後他再見到王文濤之後呢 其實啊很明顯的就直白的說 在國安問題上我們沒得協商 我們不會讓步也不會妥協 我相信不只是中美都是一樣的態度 但是呢 雷蒙多在北京發表演說的時候 他講到了這一段是不是代表著 過去幾年這個美中啊 這個貿易的這個貿易戰 等於美國自己已經失敗了 因為美國就是沒有辦法跟中國脫鉤嘛 穩定的中美貿易關係至關重要 這雷蒙多說的 他提出了數字 雙邊貿易金額超過7000億美元 互利互惠 符合國際社會的期待 那王文濤也很直接告訴他 對啊中美的關係不只兩國 攸關全世界喔 要強化雙邊的貿易 營造穩定可預期的投資環境 那雷蒙多 你知道美國人就是這樣 出發前一定要先繞一下狠話 他就說啊 下個禮拜我在中國的時候 我不會手下留情的 但是我打算要務實一點 什麼叫做不會留情 又打算務實一點 就先狠話先繞一下 其實我覺得他那個主要是跟國內的人講 因為國內就是共和黨這些人 對他是磨刀霍霍 你看之前每一個要來之前 布林肯也好 葉倫也好 凱瑞也好 都共和黨都有教訓他們 你不可以對中國太軟 太軟的話回來 你就要等著吃牌頭 所以雷蒙多當然要先把話 就故意料在前面 表示他去 會對中國非常強硬 可是問題是 他自己也知道 一昧的強硬 不會有好果子吃嘛 人家大陸這一次 其實相對來講已經 算是有點讓步了 至少直接公開就是說 是我們邀請雷蒙多來了 雷蒙多本身是個鷹派 大家都很清楚啊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中國大陸四出三意 那雷蒙多當然也不能夠過度的 強硬過度強硬就變成 你就完全失去你來了 這一次的真正的意義 那你說國安的東西 不會讓步這不廢話 這個哪一個國家會對國安讓步 但是問題是 美國認定的國安問題 到底是真的國安問題呢 還是只是借題發揮的問題 這個就有很多空間了 比如說像今天我還看到 我們自己還有人在講說我們 什麼華為的逆變器 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所以呢我們應該 甚至德國啊 或者全世界要考慮把 這個華為的逆變器 全部從這些東西除去 因為逆變器會把這些資訊 傳回中國大陸 逆變器是什麼東西啊 逆變器就是把你的電壓從 從110轉成220 這類的東西而已 他如果在裡頭 弄了一個收發裝置 能夠把訊息傳回中國大陸 那個逆變器準備要賣多少錢 這也太強了吧 那就是一個零件而已耶 但是就是有一些安全專家 包括外國也是一樣喔 就講說華為的什麼東西裡頭 都可能有間諜程式 都可能會有這些東西 會影響到國安 那如果你的態度本身是存在 這樣的狀況下的話 那就什麼都不用談啊 你甚至一個臉盆啊 一個馬桶裡頭可能都有 都有竊聽裝置 可能都有間諜程式啊 那你怎麼辦呢 我們要回歸務實的態度 所以你看 大陸這邊回覆就是說 兩岸之間的穩定 不是那個中美之間的穩定 投資環境是非常重要 其實他在告訴你什麼 他是用比較寒噬的方式告訴你 是你們一直在製造不穩定的狀況 對 因為你讓 因為你動輒就是把中國大陸 如果廠商也好 企業也好 動輒就是制裁 要不然就是去查他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那請問一下 這樣怎麼可能會讓雙邊有 有穩定的投資環境呢 所以我覺得當然這一次 雙方看起來都有做一些細微的讓步 可是你說要真的談到什麼很重大的進展 我個人認為 我還是覺得比較保留了 恐怕還只是雙方 多次交戰一個中間比較緩和的一個過程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